我们的月亮一共是1731克 我们申请到一共占5号带回来样品的0.05% 月球探测正在蓬勃的发展 我非常振奋 在5月中旬 就自己亲自前往北京去进行了月球样品的答辩 有一个月球样品专家委员会 一共有7名著名的老教授老专家组成的一个委员会 评审每一个申请人他们的汇报 然后决定要不要把样品给你 所以说还是有非常多的竞争 我们的月亮一共是1731克 然后的话其中一半左右的月亮是保存在湖南 剩下的一半里面也不全是用于科学研究的 因为它又分成两种 一种是展示样品 一种是科研样品 我们申请的是其中的科研样品 然后的话我们申请到一共占 长河5号带回来样品的0.05% 香港大学在我们这些实验室条件下也是可以进行研究的 我来了这之后有很多老师都表达了对这个月球样品 或者其他星球来的样品研究的这个兴趣 我们可以在香港大学就是建立起怎么把月球样品保存好 然后使用好的这样一个流程 然后能够在未来比如说长河6号任务 或者更深远的任务的时候再去进行申请样品 很多科学家都对月球上有一种叫亥三的这个合宿进行过研究 亥三的话是是一种可以用于核聚变的这个材料 月球上尤其是月阳里面 它这个亥三含量是非常高的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月阳里面提取这个亥三 提取亥三的话 如果未来我们的技术有突破 我们能够进行可控回聚变的话 月球上的亥三就足以让我们人类使用成千上万年 就是说就能攻克我们这个能源环境的能源的这个问题 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突破 我在本科所学的地球科学的知识 可以用到其他星球的研究上去 当时因为中国月球探测正在蓬勃的发展 然后我非常振奋 我就感觉如果能够加入这个深空探测和月球探测的这个大军的话 未来发展会非常的好 更重要的是就是因为我能够把我学到的知识 研究地球的知识用到研究月球上去 这两个知识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共通性 为什么我来这儿 因为这边是进行地球科学研究的 如果我能把这个方向带到这儿来的话 地球科学的老师能够非常轻易地进行月球科学的研究 所以我们在这儿来说